我们的使命就是以科学的种植法 加上科技还有大数据 恢复回植物的自然生态 天生天涯 荣有才能越来越轻松 省时省利省钱又多产 其实我们最终就是要把 先进国的科学种植知识 转成马来西亚荣有的智慧 当我们以前开始第一课的时候 很多人都拼我讲 有这么多课程吗 我说我们的大数据 我们已经做了很久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课程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可以这么多 今天已经到了第13课了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 要环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种植那边 不是只是榴莲 或者是种油棕 或者什么的 不用紧了 这个是什么种植的都适合了 很多元祖 他遇到寒体的时候 其实他分不清 到底这个是害虫呢 还是菌的问题呢 还是人为的问题呢 还是天气的问题呢 还是缺乏营养的问题呢 还是过量营养的问题 或者过量肥到的问题 很多都分不清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分的 像各位是有福的 因为你上来听 至少你会分 好像我们上次已经讲过 菌虫害了 我们已经讲过人为了 我们讲过天气 所以你大概知道了 现在我们今天要讲营养 但是很多龙游 没有你这样幸运 他遇到有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全部都用农药来解决 糟糕了 切发营养 也农药来解决 就好像一个人 他要健康 他要吃维他命 和保健品 但是他不懂 维他命和保健品 是可以给他健康的 他直接就马上来吃 咳嗽药 发烧药 他希望得到健康 这样我问你 你认为会吗 会成功吗 所以很多龙游就是这样 他们分不清 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营养的问题的话 你吃药的话 这样就糟糕 但是他们就是用药来解决 他们有时候当作病虫害来解决 他们不管的 总之一下去炸 全部一起死就对了了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也是添加营养 但是没有去解决那个源头 我们上次 我们也是有讲过了 关系到 怎样解决那个源头的 这一个问题 所以 过后呢 有时候太过量了 而没有去解决 就是说放很多 肥料也好 营养也好 放过量 他以为放多就是好 未必了 过后呢 最后发生什么事 很多时候 他们拿一个业子 去问十个 专家 或者朋友 十个专家朋友都跟他讲 第一个有可能跟他讲 这个是菌害的问题 所以你要卖菌药 他不是买 如果 遇到第二个 他就跟你讲 这个是虫害的问题 哎哟 这样你不是买 杀虫药 过后有一些人就想 哦 缺乏微量元素 你就买低微量元素 那过后有一些人就跟你讲 哦 现在是 缺乏 这个 另外一种微量元素 有可能 钙的问题了 这样 怎么办 所以 中子 很多人 都会 买很多东西 浪费钱 又多工 哎呦 喷不用时间了 又没笑 又伤身 所以你看到吗 其实我不知道以前 你会是这样吗 分开买的 好像微量元素 我们今天讲的 总共的营养元素 大概有20个 4个是不用钱的 但是有16个是要钱的 这样你是不是 要买16种呢 这样你不是很浪费钱 对不对 所以 很多元素 都是遇到这个问题 当然他们不知道 原来 他们一直在浪费钱 和多工 还有没有效 他们不知道 但是呢 科学重庆的元素 就比较新银点 就好像你这样 平时呢 星期二 我们就来上免费的网课 遇到问题 你可以温馨啊 因为你是我们的顾客的话 你会有一个连接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那个连接 你可以温馨的啊 有可能你今天觉得 哎呀我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以后 可能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温馨了 不过也可以问啊 因为我们每一个元素呢 在我们的科学重庆里面都有一个独立的群组了 我们会设立一个独立的群组 给他问问题的 但是我拜托各位 如果你是我们的群组的元素的话 以后啦 你把一个照片上载上来那个群组的话 麻烦 你写一下 你到底是要问什么 我跟你讲 很多元素啊 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很得意的 他放一个照片就来 我去问他 有什么问题吗 他跟我讲 你自己看 其实他不知道 他放那个照片在WhatsApp group里面啊 我们打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的不太清楚 因为WhatsApp group的照片是比较小的那个Megabyte的 所以你打出来这个其实你看不到了 再问他多一次 哎 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说你再看多一次 他不明白说 其实 你要写一下 是到底是你在这个照片是想问什么 所以以后 如果你是我们的顾客 麻烦 你post那个照片出来 不要这样哭啊 只是post照片而已 麻烦你给我们指导一下 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才可以 解决你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科学重置的援助呢 他们很知道 到底这个是虫害呢 还是菌害 还是人为 还是天气 还是切发营养 还是过量 你说我还不懂哦 切发营养 或者过量哦 今天你就懂了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大数据 就是我们很多顾客 已经经历了的 你会看到 哦原来 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OK 所以 很多援助啦 都很庆幸的 当他上完这一课 因为 你现在听到这一课 你不知道 其实啦 我们这一课在 其他国家已经有了 成为不足的语言了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一课啦 当你上完了之后 你就会很庆幸 你用的是 我们科学重置的 Grow It 因为什么 Grow It 一桶搞定啊 它里面 什么都有 就好像刚才 我跟你讲 如果是微量元素的话 你缺少 或者营养 你缺少有16种 难道你要买16桶吗 不是浪费钱 它一桶里面 什么都有 轻松又省钱 就好像给你一个大概 等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分得清楚 什么叫做 药害 你看一下荧幕现在 病害是怎样的 肝患是怎样的 美 缺发 美是怎样的 缺发 淡是怎样的 甲是怎样的 缺发 零是怎样的 正常是怎样的 这个给你一个 大概者今天会学到的 是什么 不单止这几个 是20个 种头 一个种植的人 应该要懂的 所以你很信心 你至少你今天开始懂的 很多外面的荣友 朋友 如果你想祝福他的话 你叫我们进来 至少可以听 至少不用说 猛茶茶 好像有时候都不知道 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 好 你看 其实在我们的农业里面呢 我们有分三个东西的 一个就是肥料和大自然 这个 类别 它里面有什么 有氮磷钾 就是你们所谓的 NPK 所以 氮磷钾是在第一组的 而且里面还有碳 Curban 还有氧 Oxygen 还有氢 Hydrogen 还有阳光 还有水 在第一个组别 它是好像我们的 植物的食物 它好像吃饭一样 吃饭一样 会不会饱 会 会不会有健康 OK 会有一些健康 好像我们家里吃饭一样 但是如果你说 我用化肥可不可以 可以 化肥也是有NPK 有机肥也是有NPK 但是有机肥的NPK 就等于我们在家吃饭 那种食物 如果化肥的NPK 就好像你去吃快餐 去吃炸鸡 会不会饱 也会饱 有没有营养 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明白 在肥料里面 它分的这些东西 就是不管它怎样分 都是食物 OK 那过后呢 我们就看到第二组了 第二组呢 有微量元素了 但是在还没有讲之前 你有看到了 我这个蓝色那边 有点点点的吗 有白色那边点点点的 氧气 清气 阳光和水 几乎是不用钱的 OK 所以 有不用钱的东西 这个是大自然的 所以我们也要研究一下 OK 微量元素那边呢 就好像什么 微量元素呢 就好像我们的 维他命 就好像维他命这样 所以可不可以健康一些 所以 它会给我们健康 好像维他命C 维他命E 维他命A 维他命B 维他命K 这样 它会给我们某方面的健康 但是 有吃过维他命的人 他们都说 微量元素 如果它是好像维他命 是不是它的比例要对 真的是比例要对的 不能乱乱餐的 你乱乱餐的话 适得其反 效果反而更早 所以 在微量元素里面有什么呢 有钙 有钙 Kelcium 有鎂 Magnisum 有硫 Sulfur 有铁 Iron 有 绿 Klorine 有 Syn 就是Zinc 有铜 Copper 有 木 就是 这个 Molydium 还有 民 就是 Boron 还有 Meng 就是 Meganis 所以我看有这样多种 所以这个是维他命 比例一定要对 可是我们才讲 应该要怎么做 过后还有第三个主别 就是很少很少人知道的 这个主别我跟你讲 它的重要性 等下我会给你看 我们的这一些世界 很多科学家的研究 这一个主别占的重要性 是50分 就是说你考试100分 肥料 大自然那个食物那边 大概是45分 威量野树那边 大概是5分 提高抵抗力 就是保健品这一环 是50分 很重要哦 所以为什么会50分 等下我们就知道了 里面有什么呢 只有两个东西 很重要了 一个就是梁菊 一个就是克菊塔 这两个保健品 所以你当做这一个部分是什么 给你 健康的 提高你的 抵抗力的 OK 所以好像梁菊那边 到底是 怎样的呢 其实很多植物 和梁菊 是共生的关系 就是 brother来的 你和我是friend的 我给你一些好处 你给我一些好处了 因为梁菊 好像你开始 刚才来的时候 你进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video 它其实跟根的那些菌 在一起的 它们把那些 我们的普通的 好像的N 那个蛋灵甲的蛋 它转换成植物可以吸收的 过后呢 也是跟这些菌 我们的植物跟这个菌 变成根的一部分 刚才有看到那个video吗 它的根没有这样长的 但是有那些白色的毛 越来越长的 就是跟菌合作的 所以这样的话 它才可以吸收到养分 为什么它可以拿到50分 这么多呢 因为 你有微量元素的话 它很远 你有肥料的话 通常你都是一粒一粒的 很远 它又不能消化 所以它只不需要这个菌 来帮它咬碎 或者去到那边 去拿回来给它 所以 如果你只有这些 微量元素 你有这些肥料 但是你没有粮菌的话 那谁帮你拿呢 谁帮你咬碎呢 这样你的植物怎么吸收呢 对不对 过后呢 还有就是 很多人 他一直注重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是肥料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最重要的不是MPK 很多人副裂了这个重要性 因为 在一个植物 吃食物里面 95% 是N C O 和H 就是 蛋 碳 氧 和氢 这四个 才是 蛋的95% 所以其实你的PRK 这些东西 只是占得很少8% 在肥料这一环 半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会 详细的讲解 为什么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他的植物 一直不能取 因为他不懂这个原理 他懂 看是什么来 没有听过的 氧气 有啊 整个空气都有氧气啊 氢气也是有啊 这怎么有植物不能取 因为 你看到的 其实你的植物不能吸收 你一定要让它吸收 它才可以给你 多产啊 你才会丰收啊 OK 好 现在呢 我们继续的 讲下去 简介一下 这个东西 有可能这个背景的知识 是有一点点啰嗦 但是我也是要讲 因为啊 要给你明白 为什么今天的课程 这么重要 首先呢 所有的东西 今天这20个东西呢 营养了 适当的比例 比例一定要对 而且 含量低的元素呢 可能引起缺乏 但是你过量呢 也会中毒 所以这个东西 很够力的 所以很多人 以为啊 哇我却买了很多 微量的 是一直丢啊 肥料一直丢啊 就好 其实错 会中毒的 过后呢 一个营养元素的缺乏 会导致另外一个 营养元素的缺乏 所以他们有连接的 所以 但是有一些 营养的物质啊 它多啦 也会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营养元素啊 它缺乏了 有一些是 大家一起起 有一些是 一个太多 一个就变少 所以等下你会看到 哇 真的很复杂哦 其实植物的世界 其实蛋呢 在地球的大气中呢 其实很丰富的 有一些植物呢 它将 我们的大气层的蛋 变成一个可以用的蛋 给一些植物 因为有一些植物 它是不能自觉的 拿那个蛋 就是那个MPK的N的 所以它需要另外一个植物 来跟它做中间人 所以 你看到吗 它其实很复杂 这个 而且 很多时候呢 是这样的 有机制呢 就是有机肥呀 其实 如果它慢慢的流失的话 化肥 就会让你的泥土 的板结 就是硬去 越来越明显 如果有机制 好的话 化肥呢 也会 大大的被利用的 残留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也是很少的 所以 关键不是在于 你到底用化肥 还是有机肥 而是 你里面有没有那个菌 帮它们 消化掉 如果你没有那个菌 你用化肥也好 用有机肥也好 等下你会听到 都是一样的 所以 我们呢 就是因为 这样呢 我才要解释给你听 微生物 在土壤里面 为什么可以占了 50分这么重要 因为 它可以把 有机的也好 化学的也好 把它变成 你的植物 可以吸收的 东西 还有一个很重要 微量元素 虽然这些维他命 虽然 它是在 土里面 有的 但是问题就是 它是植物吸收不到的 所以你看 你放有机肥也就多余的 它都吸收不到 所以 它一定要 微生物 转换 它才可以 微生物其实是一个中间的 把它咬碎的 所以你看这个 多么的重要 所以为什么 有机肥是50分 大部分的 有机制呢 它是这样的 它好像是用 腐质酸 有一些人说 我有用腐质酸呢 拜托 腐质酸是用整千年 才可以形成的 你放下去也好啦 你知道吗 它慢慢释放 慢慢释放 它是一个 要长时间 慢慢放 那个料 给那个植物 问题就是 你有这样多时间 给它慢慢放 一放 一百天 它才放那么 少过一百天 所以 很少很少的 所以呢 有机肥呢 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另外 一个很重要 这个50分 就是生物肥 就是我们的 粮菌 所以你刚算单用 有机肥 也是不行的 也是要有 粮菌来把它 全部咬碎 给植物 才能吸收了 PH 也是很重要的 这有一些人的PH 它会影响 土壤中的 营养元素 营养元素呢 比例四条的话 你会看到你的植物 哇 很快就 有问题 等了 所以 或者恶劣天气 这些东西 也会影响到 我们的 营养元素 有一个话 如果你很难 去记得的话 这一个 你不要忘记 这一个 这一个 非常的重要 这一句话 就是 无蛋 就是没有MPK 那个蛋 无蛋呢 就不生长 就是说植物不会长的 没有宁呢 就很难成花 没有甲呢 它就没有三色 没有棚呢 就很难做果 雀盖呢 就裂果多 没有水就不长树 没有光呢 就是太阳光 就不长果 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呢 已经是给你 比较容易记得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一个一个 进去里面 看到了 OK 首先呢 我们要看的是 蛋 蛋呢 英文叫做 Nithrogen 它呢 是N来的 OK 左边呢 你会看到 我这个 从第一到第二十 左边呢 你就会看到 它是缺乏的时候 它的样子 大概是怎样的 OK 所以 为什么蛋这样重要呢 在肥料里面 在肥料里面 它占的 差不多一半 因为呢 它是注重 生长的 给叶子 茂盛的 所以蛋有呢 你植物 它有活力的 还有深绿色的 如果它缺乏的话 哇 就糟糕了 你的植物矮矮的 分支啊 如果你是种榴莲的 这样你会发现 你的分支比较少的 过后呢 叶片呢 小小不了 而且呢 它会比较 没有像青色的 OK 而且呢 会有一些黄黄 会慢慢 摘落的 而且你的果的量 不多了 所以 你看到它 蛋呢 很重要 它在肥料里面呢 它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差不多一半了 所以蛋 你要好 的固就是 MPC的N OK 但是 为什么它会缺乏的呢 这个蛋 因为每一次你收获 你的土壤 就会少了一些蛋 因为它给它 带走了的 越 收获越多次 你的土壤的蛋 的量就越来越少 但是呢 通常土壤里面的蛋 它是这样的 它有分 有基蛋 和 没有基的蛋 但是呢 是这样的 植物只能吸收 没有基的蛋 OK 而 有基的蛋 要变成 没有基的蛋 一定要微生物 把它变成 咬碎 让它可以 溶掉 植物 才可以吸收 所以 你看到吗 这个重要性 所以蛋 很重要 但是蛋 没有微生物 它也不能发挥的 因为它不能 变成 水溶性 就是可以 溶在水里面的植物 是吸收不到的 所以 你要知道 它过量 也是不好的 过量 会导致 它的叶子 一直增加 一直很多叶子 然后你的树好像生蛋树 这样哦 对不对 你等于的植物 会受到昆虫和疾病的影响 过后呢 比较慢长大 变成 残活的 所以呢 它还 如果蛋太多的话 它还会抑制 B 就是MPK的B 就是零 的摄取 所以很多人 我看到我就晕倒了 有时候 去到那个巴的时候 它20公斤 这样丢下去 它跟我讲 OK的 我一次买几吨 所以那个算便宜 我说不是钱的问题 是你这样丢下去 你的蛋太多 会影响它 你的植物的 有一天呢 它开花结果的 为什么 因为 它会影响到 B 这个零 被植物吸收 零是冲出什么的 花和果啊 对不对 所以 如果零吸收少 你就算放MPK B很高 也不能啊 因为你放太多 N了的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没有一个东西 在植物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过量了 一切都是要 平衡 所以每一次 我们去到 一个圆主的时候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我们都会教他 到底你要放 MPK多少 每一次放 多少克 你没有听错 是克罢了 我们不放公斤的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呦我放五公斤啊 三公斤不是糟糕 对 你放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你的植物会这样造 因为你放太多了 OK 所以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你在知道 原来 N是这样处理的 OK好 让我们看一下 B了 OK 所以一样的 如果这个灵啊 它英文叫做Prosporous 它是B来的 你看左边的图 就是它缺乏的样子 你回去比 看到你的这个 你说哎 这个月子不是流年来的 不容紧 它差不多一样的 我都跟你讲 今天呢 是每一个植物都适合的 因为它通常 它缺乏的时候 通常 它下面的叶子 就是比较老叶那边 会黄 而且有时候会带有 Purple color的紫色的 OK 所以它通常呢 这个灵呢 会影响什么 花啊 果啊 这些啦 如果你的银 如果你的灵是不错的 刚刚好足够 它会令到你的果树 容易取早成熟的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 他问我们的时候 好像我解个例子了 我们很多园主 在外国的 他们不懂什么流年 怎样种植 我们就教他 你要怎样做 他们就跟着 他们大概三年多 四年 他们就已经开花结果了 而本地呢 马来西亚 我看到很多人 七年八年了 还没有看到花和果 就算看到花 他也全部 掉了完了 为什么 因为 他们的这一个 他们都不知道 那个比例 要怎么换呢 所以其实 种流年很简单 但是要种得好 非常难 所以灵那边呢 它也会加快 我们的运输 你当做好像 卡这样的 而且它会 输送养分 这些都是它 当输送养分 它很快的话 这个灵呢 你多植物很快 输送养分的话 疾病呢 就比较少了 但是呢 我可以跟你讲 有一个你 比较不用这样担心 通常呢 我们很少看到 植物中呢 有缺乏这一个灵的 所以你不用这样 担心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灵放过量 我都刚才跟你讲 很多人 这样一包25公斤的 丢下去 你会影响到 它不能吸收 新的 所以 如果再严重的话 连铜 蒙 铁都缺化 这一情况下 叶片就会死 等下你会听到我讲 如果缺化的话 它不能吸收 会怎样 铁 蒙 铜 是怎样 所以 你真的是要注意 所以你大概知道了 它的样子是怎样的 而它的功能 是什么 第三呢 就是K 钾 钾 是这样的 它在叶片的生长点呢 非常的重要 它如果你要说 问我了 最重要是什么 它功能 撞根 它是根的 而且它也给它的静干 比较强壮 OK 然后过后呢 它也控制那个气孔 来调节 二氧化碳的吸收 你还记得吗 我们Grow H 其中一个部分 我们的微生物 粮菌 为什么要透过 每一次用液体 叫你设在 那个叶子的下面 是因为 这一个才可以吸收 而我们要给它K 直接给叶片吸收了 它就可以有足够的能力 来控制 那个气孔 因为叶子的下面 它是有很多的气孔的 OK 如果钾呢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它会改善 颜色 味道 还有果实的大小的 这个也是重要 你看 很简单 你看我画面那边 黄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 如果 它呢 常常会有出现的话 它是这样的 它在叶子的 比较尾端 那个尖的地方 它会慢慢的枯死 而且 黄 它这黄的部分 是 旁边慢慢向中间 不管你是榴莲还是油棕 还是什么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一个一片叶子 旁边先褐色 黄色 过慢慢的 中间还有青色的 那么最后 搞到中间的青色 就慢慢的没有了 所以它是从旁边 慢慢的蔓延进来的 OK 所以 最后呢 如果蔓延到中间的话 它的叶就掉了 有一些叶子会变成可可色 或者变成好像烧焦 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的假过量 它会导致 MG就是煤 还有那个 Meghanese 还有Zinc 就是Zinc 还有铁的缺发 OK 所以你看 也是不可以过量 所以拜托各位 以后MPK 你不要乱乱整包丢下去 看在肥料又贵了 现在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你要放这么多呢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很多人 我们最近 我们真的是差不多天天 我们最近很多个原主 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多肥料 已经起价 他跟我讲 所以他知道 我们的微生物 可以令到肥料 越来越深 你平时用一公斤半 现在呢 变成750克 过后再多一个月 变成375克 再多一个月 变成大概180多克 总之他一直一半的 最后捡到 变成你本来的肥料的10% 你单单省那个肥料的钱 其实你都省超多了 那个是多赚了 对不对 所以MPK讲完了 所以大概是这样 因为MPK很多人很熟 但是他们不知道 讲用不了 或者是不知道破量的坏处 现在碳 碳呢 我就会多一些时间 啰嗦一点 因为碳其实是所有营养元素的第一位 它是投来的 它占了植物的35%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它不可以缺少的 如果它缺少的话 就很糟糕了 植物呢 它要吸收碳 它有两个方式 第一就是白天 有太阳的时候 光合作用的时候 它把空气的CO2 空气的CO2 就是二氧化碳 它把那个碳 转回碳水化而物 它就有碳了 这个是当白天有太阳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吸收泥土的水油性的碳 OK 所以它有两个方式了 但是如果啦 你缺乏碳的话 会怎么样呢 哦 它会 根比较弱咯 过后呢 因为根呢 其实是这样的 它通常都是 去 慢慢会生长 去找水啦 找肥料 刚才开始的video 它有讲的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缺少 有机制的 这一个土壤 它所有要的根 不会出去的 因为什么 因为 它缺乏了这一个碳 所以呢 如果缺碳的话 会有黄叶病啊 会 这个很重要的 会失去原来的味道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呢 我就跟他讲 你只要有微生物 你咬 泥土里面的碳 给你的植物吃 你的植物啦 出来的果 会比较好吃的 好像 就软正榴莲啊 范子柳啊 芒果啊 山竹啊 不管什么 红毛丹啊 很多人用了我们的 去说 哎 真的很好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你的植物缺乏碳 我们的微生物 其实没有什么的 它只是咬碎 那一个碳 把它转换成 你的植物 可以吸收 这样就可以了吧 所以 如果你没有在 这一个 泥土那边 又下手的话 这样就浪费了 12小时了 为什么 因为白天的光合作用 只有大概 我给你12个小时 晚上就是还有12个小时 如果你只是 白天的光合作用 可以吸收碳 晚上呢 地上呢 你不管它 这样它真的是 浪费12个小时 但是如果 你有粮菌的话 它晚上也可以 照吸收碳 所以你的植物 不是越来越好吃咯 为什么有一些人说 我的香蕉 用了过后 我的咕咕 特别甜的 我的那个 整本的汤咕 特别甜的 我又没有加什么 我说对哦 因为为什么 晚上它也在吸收 那个碳 它恢复回你的植物的 水果的 原本的味道 为什么会缺乏呢 因为有时候 然后化学的东西呢 它把维生物 和有机制 全部杀光光 OK 那过后呢 又有一些人 我跟你讲 这个是很精通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植物有问题 如果你发觉 你植物 有时候有一些黄叶 有一些 不是很强壮了 很多人就跟我讲 他买了这一个 很特别的酵素 很特别的什么水 一放进去 标牙标的不得了 他跟我讲 Jordan这个好吗 我说错了 这个就是犯了 一个很大很大的 技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植物呢 已经不够碳了 碳占了食物的 植物的 整个身体的35% 所以差不多是 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 它已经不够碳了 你又透支 给它去做 新陈代谢标牙 不是死 它已经本身 都已经脆弱了 你还带这个人 去捣马拉松 去捣一百米 捣死 很多植物 过了一阵 它会跟我讲 卡住了 jam住了 我说它已经是 已经没有力了的 因为什么 已经透支 over-exhausted了的 OK 所以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元素 就是碳 你知道吗 有机肥 它是这样的 它可以改变 土壤的结构 它可以补充 土壤 碳 但是 有机肥 是慢慢地 放出来的 刚才我已经讲了 它的有机质 含量很高 大概碳 大概是1.724 就是说 在一包的有机肥里面 每1.724的有机质 就有一个碳 但是问题就是 我也知道有碳 但是 很多测试都证明 其中一个测试 是他们测试一百天 他们发觉 这些有机碳 变成植物可以吸收的碳 一百天之内 只有1% 这样你每一个月 在放的东西 这样是不是1% 给植物吸收不了 那99%去哪里 浪费掉了 如果你没有粮菌 你剪植给 你的植物 一个很难啃的骨头 它吸收不到 咬爽不了 所以呢 其实它真正的需要 土壤里面的微生物来分解 转化 植物 才可以吸收 所以你明白吗 为什么 微生物可以占到 50% 这么重要 这个就是碳 所以有些人就问我 这样微生物要加到几时呢 其实 你一直都要加下去的 因为微生物也会死 它也会遇到坏的菌 跟它打架 也会死 有一些呢 它到了老了 它也会死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微生物 你加进去 而你的成本 在以你的肥料那边 你已经省回 而且微生物是不用钱了的 你又不用放这样多的荣药 不用说伤自己的身体 又可以 让你的植物健康 又不用说乱乱的去 放一些没有效的东西 浪费钱 浪费力 如果这个 你算回来 其实成本 没有增加 反而赚钱 如果你一直加微生物 第二 你又可以健康 植物可以健康 何乐而不为 你又省力 不用去喷这样多荣药 因为微生物 它都解决你的问题了 其实 你的根本的问题 其实不是说 你要放多少营养 多少肥料 而是有没有微生物 帮你把它 转化给你的植物 去吸收 还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氧气 很多人很看不起 氧气 因为它觉得 氧气 Oxygen 免费了 为什么需要 很需要 氧气 也是要 它说 植物不是要 二氧化碳 它要氧气来干嘛 它是呼出 氧气 吸入二氧化碳 我说对 那个是它的光合作用 但是植物呢 它也需要吸入养分 这个氧气的 为什么 因为它要吸入的时候 它能量充足的时候 它吸收养分 会比较多 这个跟光合作用 是两回事 光合作用 是 production floor 工厂 这个氧气的部分 是它的 office 它的admin 就是说它要有 你当着氧气好像电 它要有电才可以操作它的工厂 它要有电才可以吸收 它本来的那个 raw material 它的那个物质 来做 它要做的东西 所以氧气就好像它的电头 OK cut together OK 所以呢 当氧气不够的时候 就糟了 它会产生无氧 呼吸 当无氧呼吸的时候呢 它就会慢慢黄了 它会慢慢的根 越来越不好 它整颗就慢慢的会发生问题了 所以很多人都复练了 为什么会没有氧气呢 它会跟我讲 我整个巴里面都没有封死的 对吧 有 当土壤的水分过多 它就会没有氧气 特别是水淹上来的 其中一环 每一次我讲的就是 当你要开发一个瓶巴 你要种东西的时候 最好是要挖下去 死扯 很多人说 杂的那里要死扯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当你挖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了 水 地下水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挖下去的时候 你的地下水大概一扯两扯 你就看到地下水了 这样就糟糕了 你的植物根本不能生存 因为它整个泥土都给水淹着了 当水淹着的时候 氧气就没有了 微生物淹死了 这样就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要挖泥 其实要挖到死扯 不是因为我们要换土 这样简单 我们也要知道 有没有水 淹着 如果有淹 氧气问题 就是因为微生物死亡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你种的植物 一直不能活 在某一个地方 是因为 它一直有水 争着 而没有氧气 OK 所以一样 图 你看左边 你就会看到 就是那个没有氧气的部分 所以不要 看这个氧气的部分 这样轻哦 有时它也会决定 你的 成乙败 所以氧气通常没有是什么 DESTA各位都知道了 因为 水 淹在你的 感谢您的